昨天上午的時候有說到關於這個量子計算的技術 未來 IBM 一定會跟以太坊要合作 甚至是新的量算 量子計算會跟整個以太坊發展著新的區塊鏈 但是量算一旦標準化 比特幣就零了嘛 一分鐘就沒了 這個鄭卿你知道的是吧 那麼基於新的量算的加密貨幣一定是未來 習幣全面參與了新的量算的標準建立 和習幣正在開發使用的未來希望是最高最棒的 最安全的最隱私的中心化習幣和去中心化的躺平幣 雙槍雙輪並行的量算後的新技術的這麼樣的幣這樣的平臺 這個鄭卿兄弟你講講量算後的數字貨幣 對比特幣還有這個什麼幣安這些影響和對未來數字貨幣的影響 你給大家談談 小專家不簡單 不簡單 不簡單 那大家知道的像比特幣它主要大家掌握到的是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比特幣的地址另外一個是比特幣的私藥 比特幣的地址相當於什麼呢 就相當於我們銀行賬戶裡面的這個賬戶號碼 你可以把你的賬戶告碼公佈於全世界 那別人知道你這個號碼你就可以把這個錢打給你 那另外一個那個它的這個私藥呢 私藥就相當於這個銀行裡面你的這個賬戶的密碼一樣 這個密碼你不可能給這個隨便告訴給別人 只有你自己能知道 那在這個比特幣裡面這個地址和miel其實是有一個數學當中的一個關係 它是什麼關係呢 就是比特幣的私藥是可以通過一個數學的算法去生成一個地址的 但是這個地址呢是可以讓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知道你這個地址它沒有辦法從反方向算推算出你原來生成這個地址的這個私藥是什麼 這個就是現在比特幣也是現在非常多這個銀行和數據库他們的這個加密的這個技術 但是呢這個加密技術恰恰是這個有一個天然的克星就是人文的量子電腦 就量子電腦它恰恰是可以把這個給你反推過來 它知道了你的這個地址比特幣的地址 我用量子電腦就可以反推成你的這個私藥是什麼 所以就相當於大家所有的這些比特幣 那這個所有的地址都是公開透明可以在比特幣區塊鏈 區塊鏈網路上去看到的 那我知道你這些地址我就可以推算出你的這個私藥 那我就把你的這個比特幣給拿走了 那所以整個關鍵它不是說這個偷比特幣的問題 關鍵是你整個這個區塊鏈的這個信用體系就沒了 那如果是一個這個隨便這個密碼都可以遭到泄漏都可以被破解的這個銀行系統這個數據庫系統 那這個數據庫誰還用呢 那區塊鏈它的本質就是一個這個數據庫嘛 但是呢現在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現在有一種叫做反量子的這種算法 那如果用這種反量子的算法去加密形成一個這種反量子算法的這種區塊鏈體系的話 就不用擔心說啊這個啊這個有人用了這個量子電腦就可以把你的這個密要給通 這個攻破然後把你的幣給偷走了不用擔心了 所以呢在以後這個啊這個量子電腦的世界和反量子的這種算法的世界裡面 當然使用這個這個這種體系的區塊鏈技術啊使用這個體系的這個數字貨幣 那一定是佔據主流的這個生態 而你不用這個技術的話那你當然就是死路一條 你那你就是這個完全是上一個世紀的這個這個這個產物了沒有任何的價值了 那有人可能會說那那比特幣不可以升級嗎 那把這個算法給改了一下不就好了嗎 但是呢這個由於很多這個錯綜複雜的原因 尤其是像比特幣這種最原始的這個區塊鏈體系 它又牽涉這麼多的利益集團和這種啊複雜的這個機制 它是很難去進行這種這麼這個龐大這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一個更迭的 這個也是這種現在的公鏈去個區塊鏈公鏈體系 包括以太坊它的一個非常大的弱點 像以太坊它要升級升級成以太坊2.0 它就經過了漫長的這個時間好幾年的時間 我記得我當時就是最開始這個這個接觸這個區塊鏈技術 甚至是這個從事相關的行業的時候 就在討論說比以太坊要升級到2.0 但是直到現在此時此刻它還沒有升級完了 所以這個是個非常這個慢的一個效率 但我幣尤其我們還是用這個聯盟鏈的技術 但我們的這個升級跌代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了 所以這個絕對是為什麼說這個洗聯儲我們洗幣我們躺平幣 絕對是我們這個整個數字貨幣世界裡的未來 為什麼這個七哥講我們這個是區塊鏈5.0的這個技術 不要說5.0了我們以後還可以很快的去進化成6.0 7.0 但是比特幣呢它就可能就只有只有死在這個1.0 它連2.0都賣不過這個坎了 嗯謝謝 講得非常好啊 嗯非常好 這個還有一個我要跟大家說的 這個幾乎是啊 就像我們現在的比特幣技術 就像當初我們用的模擬手機一樣 最早一代的模擬手機 啊 然後呢第二代就現在第二代第三代也就是數字 數字加密技術啊 手機 但是呢接下來就是5G了啊 就是說你這個5G前面你那個原來那個模擬手機根本就沒法用的啊 所以說所有的數字貨幣都會在未來 升除了升級要么就消失 但是升級以後的數字貨幣面臨著三個核心的問題 一個是技術 就你必須有一定的硬件和專業隊伍維護運營的情況下 你這個加密的數字貨幣在量子電腦量子算法 就是你原來你可以一分鐘跑一百米和到一分鐘跑一萬米的這個運動員 這肯定不是一回事啊 結果也不一樣監督結果也不一樣 到那個時候需要你的團隊和硬件是不一樣的啊 那麼這樣的話就所有的現在這個搞幾個人啊 幾百個人呢搞一個東西是不可能的了啊 第二個就是全世界都會加大監管啊 法律監管 加大法律監管其中一個就是技術的問題 它不能說廣是行政的 它有技術方面的監管 技術的監管裡邊就會用量子電腦來監管你 就你不聽我的 我會讓你這個幣在我的國家就根本不能流通 你也不能交易啊 不但不能交易 這個像美國的聯盟國家地球上五分之四的文明國家 都會讓你不流通 那你只能去阿富汗了 你只能去中共國了 是吧 你也就沒法用了 就量子的網上監督技術和能力會合法化 會標準化 這是第二條 第三條量子電腦是更誇張在哪裡的 它會出生你 必須跟量子電腦的速度同時快跑 啊 這像當爹的跟兒子一起跑步 是吧 你必須的 這個兒子跟爹跑 帶著孩子跑 孩子長大了 是吧 孩子在跑的時候爹就跟不上了 你就被廢了 是吧 你只有這個爹的能力一直跟兒子能保持一樣的一個起跑速度 你才父子之間能同時跑 你跑不了 你就被廢掉了 那就下一個就是兒子和他的兒子就跑了 你這個爹只能躺在這個躺椅上去了 或者你就完蛋了 就未來的量子電腦和量子技術和貨幣它必須是同步前進的 這個時候它需要巨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關系 你不可能有幾個人就搞的 啊 絕不可能 你的維護 你的團隊 你的成本 監管和監管人對你團隊的要求 包括去中心化貨幣 去中心化貨幣以後有國家一定規定 你中心化找不著老闆是誰 像比特幣 誰來維護它呢 現在交易一次好幾千美金怎麼辦呢 那就完了 最後就消滅了嘛 那怎麼辦呢 就是未來就是去中心化的幣可以 就像現在所謂的模糊化的客戶使用者 不可追蹤的幣它限定你多少幣 什麼樣的情況下你必須有錢 它委託第三方機構來幫你運營 就非中心化的管理機構和非責任化的中心管理機構 就會出現 就今天的合法的agent 上帝 老說上帝的工資 上帝不來 找不著上帝 怎麼辦呢 去教堂 有教堂代理上帝和你同化 然後你每個月交上你百分之十的工資 所以說就數字區塊鏈界的教堂agent 在政府和網上法律的規定下就會誕生 現在所有的數字技術 區塊鏈網上都有政府的 它都有政府的 大家記住 白皮書都是政府的 未來我們也會有這個政府的 就是出來你會看到網上的政府 各國證監會批准各種網絡上的政府機構 就是數字化的政府機構 這個政府機構就會核准開庭、審判、處理、案件、訴訟、 財產、交易、立法都會有的 就是一個 這就是今天所說的元宇宙 元宇宙就是數字貨幣的政府實在就來了 然後數字貨幣會佔據人類上所有交易的 從百分之二十開始 現在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了 百分之二十我估計到明年就會做到 迅速能達到全球的百分之六十的交易 未來沒有數字貨幣的國家沒有數字貨幣的企業 你根本無法生存 你看PayPal已經接受數字貨幣支付了 是吧? 然後歐洲現在很多國家都要接受數字貨幣支付 洗幣馬上有公佈的叫洗歐元也要出來 還有洗漢 還有另外兩個元 我都不再多說了 都會出來 洗歐元也會出來 然後可能還有洗臺幣呢 對不對? 肯定沒有洗人民幣啊 還有洗臺幣呢 是吧? 還有好幾個洗幣的功能都會出來 HP的新版 今年年底會出來 交易所的全新功能的交易所 全新的接受所有數字貨幣的交易 今年年底都會出來 到那個時候 就任何國家沒有數字貨幣 沒有數字立法的國家 沒有數字幣的人 沒有數字幣的企業 你無法生存 只有帶著深山老林裡吧 所以說數字貨幣時代的到來 和數字媒體的時間到來 世界的到來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繼俄無戰爭以後 全世界數字貨幣的絕對區中心化 一定會飛數的到來 所以說新中國聯邦人擁有了一切這個特質 既有可以找得到的負責人的人和團體 還有一些堅真的忠實的使用者 而且還誕生了一大批年輕的有財富者 未來會嚴格的遵守網上數字貨幣法 和各國全球的監管 又提前最早的到達了起跑線上 有穩定幣 真正全球唯一的穩定幣就是HDO 沒有第二個 全世界唯一的有穩定幣真的穩定幣就HDO 一塊美金就一塊美金 從來不懂的 真正的浮動幣就是HCN 它可以到四百倍 也可以到零 但對戰友們你永遠不會到零 你就拿了一毛錢 你不會到零 而且它每年只有十一個 多一個不會有 它是負責任的 它是刑事犯罪 趙張鵬 王八蛋沒執照 叫三無牌照經營者 所以什麼法罪它 只有抓起來槍斃的 沒有什麼招 最後一定知道共產黨槍斃要美國槍斃的 只有這一個招 所以說這就是洗聯儲洗幣的未來 另外一個戰友們要看到 我們戰友一定要趁住氣 不要貪眼前一時之力 錢的迷惑 急功近利毀掉了自己 還有一個不要充滿幻想 今天一百倍 明天兩百倍 今天四十塊錢 明天五十塊錢 後天五百塊錢 那就不叫幣 一定是騙局 這就是大家要端住一個平常的心 準備好過人類上最美好的日子 所有這一切 在沒有打疫苗的面前都是小事兒 如果你打了疫苗這些都跟你沒半毛關係了 基本上就結束了 好吧 兄弟姐妹 今天的直播時間很長 我們現在一起 為全人類75億的同胞 14億新中聯邦的同胞 爆料革命戰友 新疆 西藏 臺灣 香港的同胞們 爆料革命戰友和家人們祈福 InvistING2摸 銘閞撸 銘加勢 exponential給我們刀fight ¿